风声概念海报首发,人物关系暗流涌动 4月20日,由徐鲁、文永山、赵立新、张志坚、杨又宁、云白磊、牛子藩等实力派演员坐镇,改编自卖家同名小说的年代叠战大剧风声首报概念海报,同时还慷慨曝光了一批暗流涌动的人物剧照 该剧同名小说曾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项,且一直被网友盛赞为经典悬疑叠战代表作,因此此次电视剧创作也备受瞩目,该批物料已经推出,便立刻引来了网友热议 无关爱情,这是一场理智与智慧的较量 从概念海报和剧照海报可以看出,淋漓冷漫的风格和精致缜密的细节,无疑不贴和该剧高智商蝶者生死对决的剧情 而随处可见的破碎文字和随风飘散的回见招式著该剧的神秘诡诀和烧脑,更极大的烘托出了风声援助党最为痴迷的神秘色彩和悬疑气氛 除概念海报外,此次曝光的剧照也极据悉经历,不同于前期已经曝光的第一批单人剧照,今日曝光的剧照中多了不少对手戏 演员动作及表现出的情绪均章力十足,不仅可以感受到剧情扑索迷离显向还生,更隐隐透露住人物性格与命运 结合当前对于经典IP剧情的了解,该剧亦反以往电视剧靠爱情支撑和推动剧情的做法,而是无限弱化感情线,急逐烧脑悬疑 通过缜密的高智商对决推动剧情,也难怪网友感叹紧面对剧照,就让人忍不住大呼过瘾 戏骨云集,将演绎出直击灵魂的善与恶 好剧匹配好演绎,比经典IP更为让人期待的,则是该剧新老戏骨的标系 不管是新生代的徐度,文永山,杨又宁,牛子帆等,还是老戏骨如赵丽心,张志坚等都是身赴无数藏语和奖项的实力派演员 比如,作为新生代的徐度,近去年一年内就评级闪光少女 联夺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新锐女演员,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传媒关注新人女演员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 三大奖项,文永山亦是蝉联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 赵丽心,张志坚更是由于角色演绎和专业战士有口接杯,两位老戏骨军是华顶将白玉兰奖的常客 而在剧中扮演王田香的于白蕾,倒在2005年就赢得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奇幻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2015年还由于在烈日着心中的精彩演艺获得了第12届长春电影节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经典可惜,电视剧风生有望再早风云 有这么多新老戏骨坐镇,风生小说又曾获得八金文学奖 被人民文学评委最佳长篇小说,如此强有力的IP改编展示,可以说是相当令人期待了 该部经典中缜密的破案游戏,悬疑诡决的故事背景,生死攸关的环节设置,智力超群的谍者交锋,刻骨铭心的人性洞察 无疑不是巨大的看点,也无疑都是巨大的挑战 因此,据知情人透露,该项目仅开发和筹备久历时两年之久 现场场景更是根据小说描述场景做了重新搭建还原 剧情细节则在原著还原的基础上做了全新演绎 这也足以说明创作者对制作经典的重视和用心 更能感受到创作班底对于经典的尊重以及对创新的追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